这女孩简直疯了 居然坐在一只比人还大的螃蟹上 并且还在背上睡着了 突然一道红光亮起 周围人见状直接抄起喷子 女孩这才意识到自己导航错地方 并示意他们不要开枪 接着从两万斤的蟹腿下来 小女孩告诉小卡拉 这是她养了两万年的宠物 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可这不是将他们当傻子吗 接着男人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丧彪下令对着怪物开枪 可足足开了九九七十一枪 根本打不穿笔塑料 还硬的螃蟹可 于是小卡拉加大火力 螃蟹哥见到局势不妙 对方人数太多 急忙地朝后方退去 一边的小美瞬间上头 好在螃蟹回到水里 懵逼的丧彪有点懵逼 决定要将小女孩带回局里 请她喝上一杯卡布奇梦 可女孩居然心情异常平静 强哥见到如此反常的姑娘 告诉他橘子马上就要到 可强哥不知道的是 女孩通过意念 已经把小可爱召唤出来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当强哥还在专心开车时 突然眼前出现一只 比螃蟹还大的螃蟹 直接将强哥的闷闷车打翻 小可爱来到小车旁 见到这一幕的强哥瞬间上头 急忙从闷闷车走出来 这不是拿麻带上牛圈 玩犊子了 强哥疯狂得跑 而螃蟹在背后拼命得追 足足绕了地球三圈 强哥一个劲地往上爬 这高度对于不会跳高的螃蟹 还算有些难度 可他面对男人的挑衅 决定要将这货给红烧了 螃蟹走路就是横行霸道 见到已经没力气的强哥 上来就是一套组合拳 足足搓了七七三十一下 把男人彻底送去西北 可这螃蟹和小女孩 到底什么关系 原来几年前 女孩无意间捡到它 女孩从水沟里捡到一只大闸蟹 并将它当人养 而这小钳子居然还会自己吃东西 养了没三天就长大成人 于是他给螃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小帅 可女孩正和小帅玩时 自己的家居然无了 这不是牛彩乌龟蛋 疼在心里 可螃蟹养了不到一年 居然比人还大 而且螃蟹还有一个嗜好 吹牛 农场大叔在家发现 自己的牛棚居然出现一个三里大洞 并且养的牛娃子都无了 于是他找来佛波勒可强哥 只发现一个十八里里的螃蟹角 初步断定 这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 这只能找来生物学家利哥 利哥通过痕迹找到了线索 并且在不远处发现 比鞍唇还大的蛋 他刚想拿出手机拍照记录 抬头一看 居然出现一只比螃蟹还大的螃蟹 这小蟹腿破的吉尼斯记录 应该没问题 利哥缓慢地上前靠近 确定了这不是道具模型 于是拿出钢卷梁一梁 凶围 见到这体格的螃蟹 应该没人能敌 刚想离开 拿出手机叫滴滴 没想到背后一把喷子对着自己 利哥连忙解释 而肥婆却告诉他 这方圆三百里都是他的地盘 少在这里偷鸡摸狗 无奈下的利哥只能无奈离开 可见到手机里的照片 有科研精神的利哥 决定冒个险 于是晚上偷偷和小弟 再次来到这里 就在这时远处 一只大闸蟹出现 两人赶紧躲起来 而这只小可爱 挥舞着两万斤的小蟹头 巴唧两下 从屁股里生出两个鸡蛋 这把附近的利哥 看得有点上头 生完鸳纯蛋的螃蟹 数了一下足足七七四十一颗蛋 这才屁颠屁颠地离开 旁边的小卡拉拿起螃蟹蛋 这让他激动地大叫 可没想到把肥婆招来 见到地上的鸩纯蛋 肥婆拿起手上的喷 酷吃就是几枪 可这作死的行为 把两万斤的大闸蟹引来 螃蟹生蛋你见过吗 他生了足足三六十二颗 接着屁颠屁颠离开 可肥婆对着螃蟹蛋酷吃 就是几枪 没想到把大可爱引来 接着在他背后疯狂追 见到眼前有座小房子 毫不犹豫得跑进去 可夺子之恨 怎能放过 对着里面的肥婆 疯狂抵划着 拿起两万斤的小蟹腿 突突几下就把房子给拆了 见到效率这么高的螃蟹 肥婆拿起喷子想再来一把 没想到直接被举过头顶 巴基几下 将她送去西北 而佛伯勒接到报案 却看到诡异的一幕 这让有多年经验的强哥 有点难以断定 可就在这时 一对小情侣在车上扇巴掌 面对被女友拒绝的松哥 有点上头 于是跟在大漂亮背后 可没想到摔了个扑杆 等她再次起来时 地上居然出现一群小可爱 对着松哥疯狂比划着手脚 而她却不小心摔倒 接着一群小可爱直接围上去 还没一会就被吃得渣都不剩 女孩二话不说 就离开 而小可爱在背后疯狂得追 还好路过一辆滴滴 赶紧将女人带到车上 接着男人直接从螃蟹身上撵过 可眼前却出现一只巨型螃蟹 一下挡住了她的去路 还好男人倒车入库的技术一流 见到小可爱直接一个横向飘移 可见到自己的哀子领和饭 大可爱异常愤怒 佛波勒发现情况不对 于是叫来了坦克大兵 决定将这些巨型螃蟹一网打尽 这时男人将螃蟹出现的事 告诉生物学家 强哥找到和螃蟹亲密的小美 而小美告诉她 螃蟹是不会主动伤人的 原来这只螃蟹是女孩一手带大的 在女孩的苦口哀求下 生物学家强哥决定 要救下这只巨型螃蟹 毕竟是生物学界一大奇迹 于是他们将螃蟹模具放在水里 而佛波勒叫来了轰炸机 对着湖面投下核导弹 大螃蟹假装和地上的小卡拉对位 接着钻到水里 顺利得骗过这群人 而小美和大螃蟹 又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如果当初这些人没有伤害小可爱 那么也不会被报复 万物都有自己的灵性 每个人应该保护动物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